大家好,我是小天妈妈 今天跟大家分享 三岁的孩子怎样最安全地把大块的耳屎清理出来 大人也同样适用 去年小天两岁回国 有一天说耳朵里面有小球球 由于她在儿童乐园有玩过这种白色塑料的珍珠沙 所以我就担心是不是封完的时候进到耳朵里面了 当时就去医院看了专家门诊 等了两个小时 结果医生看了没有一分钟就直接开单 说耳屎太多 去护理室清洗出来才能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 当时两岁的小天并不太配合 整个操作过程是这样的 整个过程大概十分钟 从耳朵里冲洗出来了很多的耳屎碎块 但是没有异物 医生说估计是耳屎有晃动 所以小孩就以为是里面有球球 在此之前我确实是没有给小天清洗过耳朵 一是他完全不配合 二是我也觉得无从下手 这一下相当于把两年积攒的耳屎都清理干净了 然后又一年小天三岁了 他说幼儿不舒服 我用手电筒一看果然有一个大耳屎 于是按照医生的方法准备了温水和洗耳球 拿到洗耳球大家先用手捏一捏感受一下力度 这在Shopper's沃尔玛都有卖 这是给大家的演示 真正清洗的时候需要左手提着耳朵 右手推洗耳球 还要一个人拿着托盘 反正有点手忙脚乱的 当时没办法拍摄 要特别强调的是 不要直接对着骨膜进行冲洗 要对着耳道的后臂进行注水 其实注水在耳朵里并不难受 只是听不到声音了 习惯就好了 小天还挺配合的 整个过程我们弄了大概有半个小时 大家要有耐心 这是右耳清理出来的耳屎 对于小小耳朵的宝宝来说还挺大块的 左耳没有 我顺便检查了一下Thomas的耳朵 天啊你看 左耳一大块把耳朵都堵住了 但是右耳却没有 他自己趴在洗漱池边 用洗耳球冲了几次 耳屎就出来了 看一看清洗完了 耳朵变得非常的干净 这里大家可能最担心的是 耳朵不会进水出不来吗 其实耳道里面是油性的 进去的水很容易就会出来的 关于发光耳孽 我个人的经验是 只能对于在很靠外的耳屎 很多时候耳屎是连在最里面的 操作不好不但没有加出来 反而锁的会更里面了 大家认为耳屎脏吗 其实耳屎是外耳道分泌的一种 淡黄色莲稠液体 它具有保湿 砂菌 简化声波和阻止异物进入的重要功能 最后看一下 儿童的耳朵日常护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订阅小天妈妈的频道 每周都会有更新哦 拜拜